以下节目指标及主持人之个人意见 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 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评 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又到了快说10分钟 那还是和各位教众出口水 聊聊天 今次讲电影的,好吗? 扎路未尘 早几天在戏院看了 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说一下 有些人会觉得是一般 有些人会觉得很正 我自己就在中间的 我觉得正常 有些位置做得不好 我看完会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很满意 但我又觉得在港产片来说 其实我包容度很高 而且以港产片来说 我觉得他相当不算差 我见过一些很没心机拍的港产片 我是很不喜欢的 但起码这一部我都感觉到他有心机 只不过有些位置是 我觉得是差点点 扎路未尘 超级小品的一套港产电影 看这些很舒服的 就是他不会强行合拍片 找一些大陆演员做 加上他本身整部电影都很少角色 其实总共有三个人 他三个人都做了 所以超级小品 男主角、女主角和女主角有个女儿 就是说这三个人的故事 他有一个前撤 他前撤就是在香港过去这几年 疫情严峻的时间 即是香港人的故事 特地有一个设定 就是说男主角在开一间清洁公司的 在疫情下 做一间清洁公司的一些日常 扎路未尘就是说你香港的老扎 然后我们也只是一粒层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重点 为什么他要用清洁公司的设定 这一部电影 他就会说疫情之间 因为很多地方都需要清洁 就会用这间清洁公司 做一个主题 就好像叫做连贯了 我们在疫情下 百业衰退 很多店铺都开不了 然后所有东西都会停止 很惨的一个状况 但我自己嫌他是什么 我会觉得是硬硬失去做清洁公司 你说他做其他公司也可以 你说他就是做茶餐厅 或者我就是做健身教练 我也是同样地 都会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他很简单 就是说我做清洁公司 接生意很辛苦 其实这件事我都已经觉得 很没说服力了 他整个大浪 我觉得是有量度过的 还有有些东西想说的 但是他很多细节位 我会看到 是不是的 为什么的 就是那些位置 就会令到一些出气 但anyway 其实大到说什么呢 疫情只不过是一个背景 一个scenario 他不说疫情也可以 只不过戏剧性会比较低一点 还有我们的共鸣会比较低一点 他就是说类似一些存在主义的东西 就是我们做人为什么 香港人是经常会想这些问题 我相信 就是大家都写粗模 经常都会在上班毁物 不知道做什么 你越多人的社会 是越压迫的 有research 说过 譬如一些低密度的住宅 或者是一些农村那些人 其实他比较少想这些东西 一来他没有人可以看到 或者做到一个比较 就是我做人毁物 二来是他们身边的东西 越少 他就会越focus在我想做 就是我眼前那样东西 但其实城市人 香港人 就很容易面对这个问题 我做人为什么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 我真的找你也不够吃 好像真的纯粹我上班 我迫着要上班 因为我不上班 我真的会死 我觉得这个城市 我就是为了生存 我没有生活 有想说这种状态 譬如说 张继聪那间公司很难做得住 然后所有东西都滴滴仔的用 甚至乎袁丽林 他都说我照顾了个女儿 我真的搞不定 我很辛苦 他在说香港人的这个状态 就是我生存 我不是生活 但我也会有点挑剔的就是 他不够絕 坦白说 我不算是最冷穷 但我也很体会到那种很辛苦的 就是生存 不是生活 就是我所有 我真的就住就住 我真的是低收入人士 我看到 我就觉得你不够絕 其实环境是更差 是更狠 你可以再做得绝核 例如他说那间劏房 大哥 他那间劏房比那间屋 我就觉得 整件事很离地 我有时觉得 看电影 电影在某程度上 都可能要写实 但其实他的程度要更厉害 他才会给予我们观众 例如你说一个人穷 你在电影的话 你就要说得他更穷 很辛苦的穷 如果你说一个人有钱 你要说得他更厉害 例如我们看电影 《上流寄生族》也是这样 他其实是把很多东西全部极端化 你才会看到那个影响 这一套就平淡一点 我只是说这几个人的生活 很淡 当然这个是他想做的效果 YY说刚刚看过一套外国片叫《清洁工》 就是接电话去清洁空岸演出 其实他也有说这件事 在一套戏里说清洁公司 做人为什麽 他直接说到有些位是说生死的 就是说我疫情 可能要清洁有些地方 其实是死过人的 我感觉到这个地方是有点乱的 如果你清洁 我只是清洁食肆、茶楼 他说是很乘的 总之我什麽都要清洁 你是不是想用清洁公司的设定 他说他受这个疫情影响的不同层面的人士 他的生活是怎样呢 可能有钱人是不断团职口罩的 但是那些穷人是真的口罩买不起的 我这样看的 他也想说这些社会白贷 但我又感觉到好像没什麽重心 其实那套戏的感觉不差 我给7分 为什麽未去到这麽高分 就是我觉得有些地方很散 例如我刚才说的那些 其实他是不是说我们是一粒层 如果是说一粒层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多些角色呢 我不知道 Frainstorm 总之我看完 我总是觉得有些东西在差点 例如袁丽林 他说他跟女儿的生活 例如他很不够钱的 例如我一直买那些穿过的底衣服 是不是都可以一直有够钱呢 但他好像做了一次没做 那些地方 有些 有些说不出的奇怪 男主角女主角在电影的表现是好的 看到他们的心机 还有那些 你代入到的 舒服的 这样 不过我很多东西都想弹 哈哈哈 我ok的 即是他那些剧情 那些物乐 譬如 男主角他最后跟他妈妈的关系 我是哭了出来的 我觉得很好看的 那些位 他里面是很多很细致 有时他就是说人 为什么这么好似 枯死了这个地方 家人 我很多责任要负 身不由己 控制住我 但是我走不了 这就是我作为在香港 这一粒微层的生活 他说我身边很多人都移民 为什么我不走 我走不了 我相信有人有共鸣 但我觉得在电影的语言学上 他没有做到那种 我要感觉到那种共鸣 他说的就是他提了出来 而他依赖的就是我们 观众本身就是香港人 所以我们就会有共鸣 但有时我觉得电影 要做得更多 我们是猪来的 我们是死蠢来的 你告诉我 你想我怎么了解这件事 我觉得差这一套 对了 其实是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在理想上 其实这套是OK的 生死教育 演出如何 我觉得演出真的OK的 生死教育 其实他有味道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定位 有点怪的 你用真的用一个生死教育 去各个角度 去讲杂露微层这套 其实是还OK的 因为其实他很明显 就是在疫情下 他真的在说 其实做人不知遗物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 他更加突显到做人不知遗物 这个社会很多东西都 就是千变万化 发生得很突然 我记得一个对白就是 社会是悲哀 你不一定要悲哀 而且他后来又说 其实我们做人这么辛苦 为物 做完之后 我们都化了 好像一粒层一样 会消失 当然这些是 男女主角在 清洁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论 你用这个方式去看 那你是不是真的做生死教育 那个方面看会更加重 可能在数时 你会看到更加多死人 那你就会更加体验到 在疫情下 其实是很多人死了 如果你强调那一刻 就是离开那一刻 就是人有不同的离开 移民是其中一个离开 然后死亡是其中一个离开 可能一段关系的结束 都是一种离开 真的很坦荡 我现在就要说这个离开 那个离开 说得很清楚 我会觉得影响大一点 没说做得好还是不好 他自己要取态问题 但我自己的选择是 我会想一套 重手一点 譬如我很喜欢之前 有一套 你说香港环境那些 我喜欢一年无名的 就是很懒惰地呈现 香港有多少懒惰给你看 香港就是一个很懒惰的地方 所有人都是对你 很充满恶意的 你是连一口吐气的空间也没有 所以名字叫一年无名 但最后我都可以找到曙光 看我的路怎么走 杂露眉层想说的 我们是一粒层 我们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 都是最后一滩东西 那我们干什么呢 吃 吃就吃 过就过 他想说这种取态 其实你都是正面向的 我自己的选择是 你斩钉切断告诉我 就是做一份清洁的工 我要面对的是很多人的离开 移民的离开 人生命的离去 甚至乎我 商业上的变动 人情世故 很多东西都做不住 这些店铺会走的离开 你逐个逐个说明 我就是要说离开 那我就会更容易解释到你的主题 那 anyway 都可以的 7分 7分 我觉得港产片你都要支持 尤其是现在的票房都很窄 窄到微层 都窄窄地 一来是现在阿凡达上 而且今年我觉得港产片的势都强 可能就变了一些竞争对手会多了 你知道可能有时候香港人 我们现在都很窄 可能我给了钱看这部电影 我就不会给了钱看另一部电影 希望能顶得住 因为我们窄到微层 他说的是早几个月的 最冷辛苦的时间 超级寒冬那时候 所有零售业链 所有东西都收拾了 很难顶 套用在这部电影 我也希望他的票房能顶得住 提外说 这几天是圣诞的 圣诞就出去 吃东西买东西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自己做有忙 也要放假去轻松一下 我观察得一样很明显的事情 就是这几天很安静 以圣诞节来说 应该是最暢旺的 零售业 饮食业应该要饱饱的情况下 很冷静 很惨的 很凄凉 就是那种 圣诞节跟你光顶吃你的餐 但你的餐厅是可以刺一半的 同样地我自己也是那个角色 只不过是我现在放假 我就拋开那个角色去不想 但平时我上班又是那个角色 就是我很窮 我花钱又是滴滴仔 那种感觉是万劫不服 那种感觉是 如果你这样说 其实乘路未曾是在说这些东西 我会想看这些东西 就算你们看了 给你们看 那把手给看得上 是吗 这个我现在还会拿出